而执法犯法的事件来看到是这一起车祸 受害者是就读醒无科大的女学生 在元旦当天晚上她骑车返家 没有想到遭到逆向超车的轿车给一面撞上 导致女学生在松一之后人就是宣告不治 而这个肇事的驾驶第一时间没有下车查看 竟然还抱着女儿汽车逃逸 受警方到场来处理 赫然发现肇货的竟然就是警察是自己人 而事后原警是在旅馆躲了18个小时 才在家人的陪同之下到派出所头 白色秋雨车车头全毁 速度相当缓慢向前滑行 慢慢停靠在路边 镜头拍下一名男子急着下车 边抱着女儿边打电话一边求救 因为不久前他撞死了一名女骑士 而且他的身份还是一名警察 肇事远景李文毅当时就是开着这辆 已经撞得破碎才刚买的新车 准备带女儿去找朋友 就在行进炉竹八的一路的时候 想要超越前方车辆因为超车不胜 一面撞上骑着机车的王姓女大生 造成女大生头部破裂当场死亡 没想要身为原警的她 不但没有下车查看还汽车逃逸 带着女儿快步离开现场后 和七小在旅馆躲了18个小时 才出面投案 当时也有怀疑是不是他有酒后驾车的情形 可是因为我们一直联络不到他 一直到他大概两点半 到达我们外设派出所的时候 我们对他做酒精浓度的呼气酒测值的测试 结果酒测值是零 查出赵氏元凶竟然是自己人 而且他的父亲还是副总统随护 连承办员警都不敢相信 虽然是后撤出没有酒精反应 但身为警员知法犯法 赵陶企图躲避刑则 害人又害己 最后还是被一过失致死 公共危险等罪送办 深夜也遭到检方声压 记者简正风魂志 桃源采访不到